昨日警方宣布警務處國家安全處獲法庭批准 就8名全途海外的涉嫌干犯香港的國安法罪行的人 發出拘捕令並且通緝這8個人 警方這次的行動是履行責任維護國家安全 應當及有效的做法 我是完全支持及贊成的 警方是高度重視案件 就每名通緝人圓紅港幣100萬的相格 呼籲市民就通緝人或者相關案件提供消息 任何公眾人士按原相通告報信 可按實際的結果 全數獲得或者按比例分配上格 我必須強調 危害國家安全是嚴重的罪行 特區政府執法必嚴 追捕危害國家安全的罪犯 政府會用盡一切合法的手段 揭盡所能追究到底 會終身追究他們的法律責任 無論他們走到天涯海角 我們都會終身追捕這些罪犯 任何公眾人士都可以幫助警方去拘捕這些通緝人 警方會保密處理 提供線索的人士 可以根據圓紅通告 按實際結果獲得相格 包括通緝人的親戚朋友都有資格 歡迎他們提供通緝人的資料 通緝人要終結被通緝的生涯 只有一個方法就是自首 自首更加可以在香港國安法之下 獲得法庭考慮減刑 否則他會終身被通緝 天天擔心被拘捕 惶恐地盜人 先 ز炮落 之後�江橋 五輪 10—七